恆指17000點關的攻防戰昨日打響 撫開時,淡有即搶攻 並成功將指數壓低到17000關邊緣 報17053點,然後再一吸力 便搓穿該心理大關 預遷牛正宣告死亡 最低時,恆指報16879點,跌293點 至此大市止跌,嘗試作出反彈 並收復17000關,最高見17139點 反升33點 不過,反彈未能持續,淡有再度施壓 收市又落在關口之下,到16991點,跌180點 成交額有900億元,顯示好淡確有交鋒 但戰況不算激烈 無論好淡,仍在試探對方虛實 已準備作另一回合的對壘 17000關不保,對好友來講,應在預期之中 因為屏障不多,而不理的因素 還是揮之不去 所以得繼續以忍自決來應對 以等待預期的低位,才出動,勤煌之思 對淡有來講,明顯的也打因著波 不過,不敢長驅直進 若有足夠的把握 昨日的壓力可以將恒指再壓低2-300點 而抵達16500水平 不過,對這一被好友高調說出來的標的 淡有卻似乎未敢馬上進入此區間 說明其顧慮也不少 因為港到底,在17000點以下 淡有是肯定有對手的 事實上,昨日內地股市反覆較量後是以上升高中的 而且升幅在0.4%至0.8%水平 說明內地A股已有手套的決心 這也是港股得以支持的一個心理因素 希望在A股,為A股互相配合下保住城池 在預期的水位重建根基 對此,我頭牌仍然滿懷信心 昨日上升的股種肯定是強勢股料 熱門股中有中心 00981 收21.2元 升0.7% 若名生物 02269 收46.15元 升0.1% 港交所 00388 收290元 升1.6% 月海 00270 收5.61元 升1.2% 國泰航空 00293 收7.72元 升0.1% 長見 01038 收36.7元 升1.3% 希臣 00014 收14.58元 升0.7% 電能 00006 收37.5元 收37.5元 升1.3% 由於不少股份將公佈第三季業績 按業績選股 可大派用場 例如近日港交所上升 就因爲業績交階所致 行指以進入16500至16800防線 好友仍須努力守關 從作市走勢看 淡有的銳器未及想像中強 所以守住這關的可能性不低 好多人 再次見 再次見